一下这个有关于美国媒体 美国的媒体既然邀请来宾 而且邀请这个立场 很明确的一个来宾 来到这个他的节目中 然后来去谈有关于 北溪二号线跟经济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而他之前的立场 就已经表达很明白了 那你既然邀请人家来 就应该让对方把他话说完 那邀请了以后 又不让对方把话说完 或者等于是要 这位来宾帮他所说的来背书 他指导旗的感觉 对 那这个媒体本身的公正性 客观性那就失去了 虽然他表现了他的爱国心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你如果真的要表现了爱国心 你就不要邀请这个 跟你的立场不一样的来宾来 你既然邀请来了 你就是要强调 你是新闻自由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而且是你想要容纳 各种不同自由的来宾来 那既然邀请了 还不让人家讲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 而且还断章取语 还打断人家讲话 这个基本上来讲就不对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 都是间接的 例如说你包括 你说俄罗斯 他们的消息报说 这个有侦测到雷达 其实当时瑞典或是挪威 他们的军方 也有侦测到这个雷达 而且确实美国的军机 有在这个地方 有在出没 就是前一天跟当天都有出没 所以有侦测到 但是没有拍到他做 那目前为止 雷达也好 那个还有就是 人造卫星也好 都还没有拍到 那么也没有这个 深喉咙把它解露出来 也都还没有 那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当然就是从动机论来出发了 可是有动机不见得 他代表会做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某些动机 但不代表 我会执行我的动机 只是有这个动机 动机越大越强烈 就代表他的嫌疑越大而已 可是他还是嫌疑 好 我个人是认为 以目前来讲 这个要调查清楚 还要一段时间 是 那不过 如果开始有一些 对于欧洲的报复行动开始 例如说您提到了 有关于挪威的电缆 被炸的话 那很有可能 俄国已经开始 或是其他的国家 他们一开始产生报复行动 也就是说 好你炸我的天然气管 我就剪掉你的 这个海底电缆 我甚至剪掉你的通信电脑 让你的这个 你的数位没办法连通 让你的经济更加的崩坏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有没有可能 绝对有可能 有没有能力 有 就几个国家有能力 也就是就生前的 生海的这个 海底作业的能力 它是用机器人去剪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其实各个国家 尤其是 铺饰海底电缆的国家 他们就必须要好好的监控 他的海底电缆 因为海底电缆都是有监控的 他有监控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俄国认为就是美国人干的 而且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是英国人干的 或者是哪一个国家人干的 如果他们觉得已经情报确定了 那他们采取报复的手段 这就不能够完全排除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局势欧洲跟美国 跟俄国之间的恶化的局势 我觉得有在上升 还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要特别提的 就是说有关于特拉斯的问题 特拉斯是在竞选首相的时候 他就提出减税计划 对 所以这是他的重大的施政纲理 是 他当选了以后 他也最快速度的 把他的减税计划就推出来了 那推出来了以后 他遭到他同党跟反对党 还有整个英国 绝大部分公民的强烈的反对 那等于是对于他的重大政策 提出一个不信任案 不信任投票 在英国的政治 过去的政治传统来说 当一个民选的 尤其是内阁制 我再强调不是总统制 内阁制的领导人 因为内阁制的领导人 当年票很少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政策法案 遭到同党跟他党 还有广大选民的 这个不信任的时候 而他立刻的就改变了 取消他的重大政策法案 这代表他承认 他的重大政策法案 是不获得人民信任 理论上讲就应该要辞职 对 但是这一位很喜欢转弯 而且很容易转弯 而且很会转弯的 又有偏执狂的可能性 有偏执倾向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他毫无违和感 说即使你媒体 或是别人说我 这个是重大的羞耻性 可是我不觉得我羞耻啊 这个跟我们台湾 有一些媒体人 就是绝对没有 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 那个器皿 就是我们讲的羞耻感 的那个器皿 如果他不具备有那个器皿 那还真的是这个一批天下无难事 就奈我何 那我感觉是吧 那奈我何呢 北溪的事情我想大家讨论的很多了 只会有三种可能嘛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美国 第三个当然就是美国支持的他国 因为他国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也不一定有这个胆量 那换言之 其实不是俄罗斯 就是美国这一边嘛 如果时间推得越久 那一定越可能是美国这边 因为如果是第一时间 就知道掌握 是俄罗斯这边做的话 特别发生的地点 都在北约的情报区 那他需要相当的这种技术 军事 以及一些时间来去做 这个炸弹的这个布置 那如果有第一时间的这个资讯 如果是俄罗斯做的话 美国这些国家 早就秀出来这些证据了 都不要讲理由或者是获利 或者这些东西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大家越来越了解 就是要让整个欧洲 尤其是德国 你就断掉这个念吧 你不要再想到说 能够去跟俄罗斯单独谈一个 怎么样的天然气的这个协议 或者是说就这样子 以目前的这种 一号管线的两条线 能够持续的就是说拖延着 那但是对乌克兰呢 的态度又开始比较松动 我觉得这个 特别你看这个 Jeffrey Sachs 他是古伦比亚 他不是精英学家 他也是一个环保 这个永续学者 很有名 我们当然看过很多 他的这个视频 他跟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对比 我就觉得 对不起特拉斯的对比 我就觉得一个感受 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在台湾 越来越少学者愿意讲真话 越来越少媒体不敢讲真话 越来越少媒体不敢讲真话 你看这个媒体马上把它给挡住嘛 对不对 敢讲真话了 越来越少媒体敢讲真话 然后呢 我们台湾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所以真话很 越来越多政客 一直在讲假话 那你看了 现在的这个政客 他多半都是 从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就不断地在政治圈里面打转 透过不断的选举 然后呢 民粹 然后不断的这种作秀 甚至在讲假话 自我掩饰 然后呢 获得权力 而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权力 还是非常的大 政治权力跟利益 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还是很关键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到过去还有政治人物 孙英璇做官那么久 结果这么清贫的 以前的那个 就许多的 像是赵乐东这些人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现在政治人物 哪有人是穷人啊 很奇怪啊 对不对 这个 保守党的主席说 要不然就不要消费 要不然你就找高薪工作嘛 很显然他这个工作是高薪的 那特拉斯到这种情况 你觉得英国的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就是 真的非常厚脸皮的 以前的民主政治 所以我们现在讲民主政治 西方的民主政治的这个哲学 是从什么时候 亚里斯多德 洛克 康德 这些人建立起来的 但是当时这些政治人物 是建基于政策辩论 治理能力 以及责任政治的 现在不是了 完全不是 可是那个利益越来越大 政治人物一定要作秀 一定要讲假话 那媒体一定要配合 因为媒体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的 这种金钱 或者是这种金权的掌控 然后呢 学者呢 当来在今天这种氛围之下 感想真话的越来越少 那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北析的事件 我先讲一下 这上面也提到一个 那个浮动式的接收站 这件事情 上面提到说 六个月可以完成 寿命达二十年 便宜好用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盖三接吗 三接就不是浮动式了 它要盖七年 那这个成本呢 差异多少 我刚刚查了一下 一个这个大概2.5亿 盖固定接收站的七亿以上 但是固定接收站呢 可以用三十年以上 但这件事情 重点不是用固定浮动 是现在不得不用浮动 因为浮动的 它总是没有固定的好之外 代表一件事情 欧洲现在已经 因为北溪一号二号的 这个断裂之后呢 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是自然管线传送的天然气 已经慢慢消失了 必须由液化天然气送过来了 那谁最得利呢 我们答案就有了 对对 答案就有了嘛 哪个国家可以大量的 卖液化天然气 因为在这个 这俄乌战争发生之前 那个天然气的供给量 欧洲天然气供给量 40%来自俄罗斯 现在只剩下20% 那剩下20%来填补 答案就很清楚了 这边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可以跟观众朋友聊一聊 就是经济日报的涉论 讲掉了说北溪事件将改变全球政经结构 它的论述是这样 改变全世界政经结构就是外溢效应的意思 它从第一点谈起 这个事件先确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欧洲一体化 在某一国主导之下 就美国的主导之下 越来越不可行了 这是他讲的第一点 那不可行之后当然就 欧洲一体化不可行 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就改变了 他讲到第二点 第二点什么地方 他讲到说 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真相总是会慢慢出来 不管也没有公开 对于美国的信任感开始降低 那欧洲内部的结构也开始改变 第三点很重要 跟中国大力有关了 本来在欧洲一体化结构下 俄罗斯所担任的角色 将会由中国取代 整个结构就会有更不一样了 所以他的外议效益产生之后 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 应该是可能正面 也可能负面 这些领导人 他的民调支持 都一直往下走 所以他的所言所行 那么多会被放大 负面的新闻一直在增大 所以如果去报导他正面的 那就没有观众喜欢看 因为观众 人民越来越愤怒 越来越生气 看到他就讨厌 看到他就讨厌的时候 你再来讲他好 大家听得就很烦 那听得很烦 就不想看 那就把电视关掉 要不就是网路就不看了 就带过去 所以收视率 那么就往下走 但是如果讲他不好的 大家觉得好爽 因为本来就很讨厌他 气他气得要是 所以一讲他不好的 收视率就高 大家感觉到 这个有解气的 一种同等的效果 以席越就是如此 所以以席越的 负面的新闻就越来越多 收视率就越来越高 大家就拼命地 去挖他的负面的新闻 拜登也是 因为跟空气讲话的 非常诡异的外星人的动作 然后牵错手的问题 讲错话的问题 跟已经过世的议员 在那边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然后弄得白宫的 这些发言人 尴尬到不行 也不知道该怎么圆 然后最后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也变成一个负面的了 所有的事情 到最后拜登出来道歉了 认错了 现在特拉斯 也是如此 本来这个动物的反应 本来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动物就是觉得很舒服 有的动物就是不想你碰它 那问题就在于 还没有去弄清楚猫性的时候 你现在正在这个节骨眼 你还去做那个小动作 想说跟动物亲近一点的时候 那就刚好又变得更加的负面了 当然就是说 你看连猫都讨厌你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当然特拉斯就会越来越走 越往下走 其实就有自取 为什么 您看看英国在这段所作所为 疫情来的时候拼命印钞票 很多经济学家说不可以这样做 可是不听拼命印钞票 然后通膨一旦再上来 你的能源一定要控制好 结果又跟俄国就这样搞这个 然后搞得能源的问题又往上走 所以叠加 那叠加上来了以后 那你要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把通膨降下来 一定要升息 升息民众的负担就大 升息民众负担就大 然后店家又高涨 薪水又整不了 大家已经气得不得了 你又在这个时候 拼命要减负人税 那是你自己取的吧 是你自己找的 你一旦要减负人税的时候 那引起了老百姓不安的时候 又把这个账 挂在这个财商手上 可是大家明明白白就听到说 你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一直说你要减税要减税 要减税 而当时的经济学员都告诉你说 不能这样做会带来风险 会带来金融危机 果然你一减税 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那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一看民调支持度一种下落 然后要他下台的人越来越多 接着又说这是财项的错 财项本来就错了 但是问题就是也是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 才会犯这个错 而他没有经过我们内阁会议的同意 你的主张就是减税 他在执行 现在变成他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他的领导风格 不过他有一个优点 擅长于法家湾 跟那个党很像 就是很会转弯 而且毫无羞耻之心 因为当媒体说 这是你的最大政策的主张 而你否定了自己重大政策的主张 在英国的议会政治 英国的内阁制 那你必须要为自己的错误的重大政策 要负责任 那就应该辞职下台 可是他说我没有任何羞耻感 了不起 这个跟某一个媒体的人也有点像 来 宾哥 我觉得特拉斯其实 他为什么会上台 又不是因为英国人民喜欢他 其实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党内 一个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一个种族歧视造成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这样子 如果不是有种族上的问题 根本不会选他来当 他还没有上之前 他在当外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争议性很大的人了 那更不要说当了首相之后 但是我就觉得他当了首相之后 他不但不好好 就是保守一点 然后先把眼前的困境度过 然后反而是 把他过去在外长的时候的行为 更变本加厉的凸显出来 那这样子当然不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下场 所以你看现在光是一个网路 当然这个网路投票不算什么 只是反映一个名义而已 一下就这么多人投票 希望他赶快滚下来 那我之前是认为说 他搞不好撑不过11月 其实如果特拉斯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今年欧洲的冬天提早来了 英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冷的地方 又室又冷的一个地方 然后人民现在没有天然气可以用 然后生活变成这个样子 活不下去 连睡觉都没办法睡 那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办法执行出一个 至少让人家看到曙光的一个政策 你觉得民众能够忍受你吗 他们自己党内恐怕都很难去忍受你 那猫其实是很敏感的动物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 其实真正了解英国政治的是那只猫 然后他在那里待最久 对啊 你们这几个手相一直在坏 你们只是蚕死官坏人而已 他在那边一直好好的存在 所以他会看那个气啊 你那个气不行啊 你摸我不要带赛给我 所以赶快先走 不要被你带赛到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他会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本来是想要设定要给媒体拍的 我个人认为那是摆明要做的 可是连这个都没stay好 你就知道有多拉散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表示 这其实反过来讲是什么 表示这个特拉斯 他做很多事情 根本没有先有计划 先了解整个社会反应是什么 民进党其实有一点比特拉斯好 因为民进党的网均多 他会先到网路上先放风向 我看一看风向是怎么样 你看民进党已经多少次都是这样 本来他们要弄一个东西 结果在网路上一放风向不对 马上说没有这回事 那个都谣言 那个都怎么样 然后我就不做 还在讨论 对都还在讨论 没有特别计划 都是用这种方式啊 特拉斯比民进党还蠢 直接满干 满干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接下来看他到底还准备收回 因为他接下爱尔兰 其他这些相关政策 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他到底还要收回多少个政策 然后到底什么时候会下台 我们大家等着看 来 金长 我最近接连看到两部 描写英国底层的电影 他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内容是说 有一个大概像我这个年纪的木匠 他有天坐到一半 突然就倒在地上 然后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再工作了 你再工作你会死掉的 你的身体状况 你只能退休 那他一辈子 规规矩矩缴了一辈子的税 他就想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退休好了 我就领老人年金嘛 整部片子是在描写 他争取老人年金的过程中间 所有的政府机构的人员 如何刁难他 如何刁难他 不断地刁难 反正就是你不这样子 不这样子 什么没有找到人家 什么就整个过程到最后 他没有拿到 他甚至中间被关起来过 因为他实在是生气路 最后他死掉了 也没有拿到 这是一个蛮真实的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前面这个还算这个人 另外那个我就看了 真的鼻子在酸 一个小家庭 父母将来儿女 儿女大概高中初中这个样子 都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他的父亲被公司开除 那他怎么办 他去跑像Uber这样的快递外送 然后他的太太在做那种老人的照顾 就是说照顾 通知你两个小时你去 他就照顾帮老人洗澡 打扫什么这样去 整个片子在说 他们如何在这个生活中间挣扎 然后他的小儿子 这个儿子高中儿子又不学好 为什么 他说我读书有什么用 你们都读过书了 你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 你们通通在边缘在那里 不能请假 一请假就没有钱 而且没有钱还要扣钱 反正那个中间我看到 只感觉到鼻酸 最后没有结果 就是加林就在一直在生活这样边缘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说哇我的天哪 英国的基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两个都是英国电影 都是英国电影 然后我在那看了 我真的是吓掉 如果说他拍成了电影 所以我相信那句话 说英国的底层 比欧洲最穷的人 还要低20% 以那两部片子来看 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看着是蛮心痛 说英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 你刚刚看到有提到这个 特拉斯多么的腐败贪污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看了一下 我刚刚看了那个美容 还不说4000多磅 还不说购物1800磅 你要知道他的身份 他那是几乎当大臣 我的感觉是他超级清廉 你知道什么叫谈悟 台湾目前叫谈悟 我举一个例子 2019年的时候 你们记不记得 詹洪志有出来召开记者会 非常生气的 指责说我们这个 现在所有的标案 充满了政治蟑螂 什么叫政治蟑螂 就到处有那种说 我很厉害 我背后有谁 我可以帮你拿到这个案子 但是我要抽多少钱 詹洪志出来开了一个会 这个记者会来说明这个事情 那我再告诉你 从2019年说到现在 这个情况更加的严重 就我所知道的 我所听到的 我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政府 从几百万的预算 到几百亿的预算 都充满了政治蟑螂 各种这种我的背后是谁 我能够帮你怎么样 你如果不靠我 你就连进标都标不到 连进来标的机会都没有 这回案是好几个 所以我真的看着说 英国真是青年啊 你看看了没有 我们国家才是 真的是不得了大器啊 像上次那个日本的 那个不是那个国账 哎呦我的天哪 三点多亿台币 被他们说明这个 这个说成正压 好马上下午的最新 带你来看到是 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 现在呢在国会里头认了 说兵役四个月变一年 年底前会公布疫情 会延长 来警长您怎么看 从一开始民调的在说 说需不希望延长 那时候民调普遍的支持嘛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紧张的时候 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在中国时报曾经发表过 我是完全反对延长的 那那篇文章里面我写得很详细 那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上个礼拜才出来的 我在里面想更详尽 我坚决地反对 我希望国防部在做最后宣布之前 回去看看我这篇书怎么说 我这篇文章怎么说的 延长这一个是没有用的 你不能靠民调来自我 民调都是事不关己 你知道我 反正我家人没有人要 这个服彬役了 我都一定支持延长彬役 就跟当年说这个军工教 要不要砍这个年薪 就是八成赞成 两成反对